哈囉大家好,我是春春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我們的刀眷雲中峽谷 這張有各種涼亭的過法 除了大家覺得最難的涼亭飛越 這種基本款是最難的之外 當然大家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也可以像這個跑法一樣 我們走外側 然後甩三下 這個跑法是現在目前最實戰的過法 另外還有一種是我上次教的大家 你要轉很中二過涼亭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抓地下去再甩 這個過涼亭的成功機率大概會成長到90%以上 再另外一種是我自創的跑法 這個今天要教大家了 這個今天的影片主題是中二的過涼亭過法 我們可以走內線 咦?究竟會比較快呢? 我們測試看看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村村 那今天要來跑的是我們的那個 稻劍瓶 平中峽谷 用非常中二的過法來跑那個 前景的這張賽道啦 那我也這樣測試喔 我覺得應該不會比較快啦 不過我們再試看看嗎 這樣會少一顆氣 欸 其實不會太慢耶 欸 影子只因為一點而已耶 是不是 但是 欸 我是不是如果過好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更快啊 哎呦 這個跑法啊 大家一定可以去看看 這個 而且假設你實戰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優勢啊 實戰如果大家都走外面的話 你一個人走裡面 走裡面 那是不是可以避免人家車禍 對不對 而且你的入彎一定比別人快 只是你的出彎會很奶油而已 而且還不錯耶 這跑法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可以飛起來了 這個 大家都飛兩艇啦 走外車的實戰跑法啦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兩艇以內的過法 我覺得蠻酷的啦 就也教大家一些不一樣的過法 我們彈一下不限於去準備了正規的跑法 我們也要找一些 不同的過法來實戰看 那如果你要實戰一點的話 你可以走外車 說這樣 走外車 你看我這樣不止不止的 快追到我的影子了 欸 過了耶 欸 我這影子好短耶 也快三九耶 那我是不是走裡面 走好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跑三九了 那實物人氣沒了 我有減真拿中二過法 欸 不要看他中二過法喔 當中二過法過得比較好的時候 欸 那他或許都會變成 主流過法也不一定喔 掰掰 沒了 GG 好啦 我們還是跑進終點線吧 好 那接下來也來這個 帶大家跑的是一個比較正規的跑法 正規的跑法 是實戰的 如果你真的是 就 跑法上比較沒有像高等級可以走兩天的話 就是外側的 繞 摔 三四的一個駝票 這種跑法非常的實戰 也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穩定 那如果你要去刷技史的話 當然還是要走兩天 我們後面會有走兩天的跑法給大家看 那也是我們那個 星途圖王者的 前五十名的一個成績 那兩天的一個過法 會在影片的後面 會在跟大家做一個 介紹這樣 那也先用這個比較實戰的跑法 給大家看一下實戰的一個路線喔 畢竟 畢竟 畢竟我們的 計時有計時的過法 實戰的話 這張太難了 所以你還是要 為自己的 路線 研究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的跑法 這樣 基本上跑法 就大中小力啦 只是在lending的選擇的話 例如 可以做一個 外側這樣 拉側頭 OK 我這邊是甩的有點慢 不是有點慢 是超級慢 這邊雙甩下去之後 單捆 坐地 這邊還落地喔 因為這邊還可以推到這個上坡 我們還可以用正規的跑法來過 後面的連續的法夾彎這樣 其實這一關也是 地圖上市的前這一半就有在練喔 需要花一點時間在練喔 OK 那個 是隨便跑 那就是 15點多 不過沒關係這個 就給大家看 演示一下這個跑法的路線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繼續跑路 我們的 到競爭小谷 我們給大家演示的是 那個 兩挺 兩挺的更好過的過法 這邊抓地 過去 破地 這也是另外一種跑法 這種跑法就是 你可以鋪兩挺 但是你基本上 兩挺的失誤率比較高 因為你 不是提早甩 你是落地才甩 所以假設你想要 學大家過兩挺的話 我也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跑法 就 或許不會比較快 但過得好的話 其實它也有達到兩挺的效果 沒關係 我失誤了 我們再次試試給大家看 這個跑法真的很難失誤 這個跑法但是 因為兩挺 像是我現在 再刷好了 我還是很難失誤 但這個跑法真的 就對準 我們就這樣對準 落地 有沒有 這跑法很強吧 欸 這超過影子的餒 所以 我要推翻我剛才的沿路 這個跑法 說不定會比較快 還會失誤 那至少比外車比起來 我覺得這跑法應該比較快 那不可能是比那個 楊庭區 往前飛是最快 好那接下來要 大家要跑的是那個 我用最快的跑法來跑 這張的一個 部分 然後 雲中峽谷 說真的要認真了 那個正常的 飛涼亭的一個模式 欸 正確最快的計時跑法 全補 二十幾個跑法 騙氣 騙氣 落地 再一個騙氣 欸 沒出來 沒事 失誤了 不會沒關係 這樣的話我們後半段 這邊再補就好 前面如果騙氣的出來 後面就不用補了 如果前面騙氣沒出來 就是後面補 其實不會慢慢多 你只要路線不要漂亮就好了 然後後面是一個破片 然後接著左彎的一個破片 之後往內凹 然後這邊空中順開 那因為這單圈版本 時候都沒辦法補滿 不然補完後面第二圈會更好做 但因為這次是那個 星圖條件上的模式 所以我直接拉到底 差不多44秒 有一個成績 44秒的成績 那也是目前星圖拓荒河的一個 千 30名的一個成績 然後接下來也來慢動作跟大家講 那個 我們就單圈就好 那個一些細節 一些這一關的一個細節 來分享給 大家 這樣 慢動作我們是一個左段位 才接一個右段位之後 然後斷飄補去落地 騙氣之後 我們這邊對準 中間偏左 開始飄 對準左邊那個柱子之後 再開始飄 往內甩 接一個騙氣 落地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壓了一個 單噴 這邊在落地 再噴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吃到 推塔也可以推到頂 這邊是一個斷飄補器 把氣給補滿 因為我前面沒有滿 所以這邊也要多甩一顆錢 這邊的雙甩內 外切內的雙甩內 落地這邊插到 反槍並沒有關係 讓他一個順勢的反彈 然後這邊的話 就開氣開到這邊 上坡落地再開 又拖出來之後 這個就是 左彎的一個反飄 反飄補氣之後 這邊是一個 左彎的一個內線 這邊注意有個系列 是這邊至好 右甩的時候 空中開氣 會讓你的提速 會更快的 落地的一個吸氣 的一個部分 吸體除 然後這邊 對準那個加速軌 往右甩之後 接一個 趕噴 出來之後 順勢上面 左甩的一個 片氣之後 拖飄 拉到最 底一拖到 上坡之後 落地 把最後一顆蛋器 開出去 你的 單圈14秒成績 就達成了 好啦 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祝你可以學習在我們良庭的一個 中二過法 掰